刘翔也曾经被偷走一个金牌 在11年田径施锦赛上 刘翔被罗伯斯打手三次 错失金牌 虽然后来罗伯斯道歉了 也取消了金牌 但刘翔却因为他只得了银牌 刘翔在08年奥运会伤病复发后 没有比赛完 出现完后好不容易有机会 再次证明自己 这场比赛意义很重大